我想要一個回饋 因為我看到你拍片的時候 有一種女性特有的一種纖細 就像你會捕捉到那個婚禮當中 大家會覺得那是第二春 可是你會注意到女兒的難過 就是你也會去注意到那個 一些很細微的地方 那但是我也有一個好奇 就是你剛剛也講了很多你的心路歷史 那其實你要拍這樣的片子那麼長 你一定經過很多次的沉澱 不斷的整理 然後又這樣出來推廣 不斷的講 你反不斷透過這麼多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去講這些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整個過程這樣回顧下來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想法 或是觀點有一些不一樣 跟最剛開始的時候 在拍的時候 就是剛拍跟現在拍好的一個 對 同樣的故事 就算是五個人的故事也講了很多遍 那你自己也看了很多遍 然後剪接的時候也看了很多次 想了很多 那又跟這麼多人對話 我不知道有些什麼 其實 其實我在拍的時候 我的目的也不是 我一定要設法做得怎麼樣 只是目標很清楚說 我想記錄點的故事 就是 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變 可是我沒有辦法去設法 把這個東西他們的故事設計 會變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沒辦法預設的 所以我覺得目的是想要記錄他們生活 那他們所發生了什麼 他們生活上遇到怎麼樣的問題 就像他們的 像我在拍的時候啊 我也沒有想到他們後面都是再婚 可是你拍到最後還是遇到的 這個東西我沒辦法預防的 可是我本來也不想放進來 可是我覺得他們是真實 為什麼要拿掉 對 所以我就從頭帶我 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什麼 或是要去設法 欸我想要表達那個東西 然後不好要拿掉 其實不是 對 我也有注意到 就是因為這樣子很自然的 跟著走的過程 好像你不知不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我剛剛這樣聽好像 那你抓到一個主軸就叫幸福 就扣到五個人的主題叫幸福 所以其實是 標題雖然叫失婚禁 可是我覺得老 比較像在追尋幸福的故事這樣 可是因為那個是已經到最後結束 所以主題還是叫著主題走 沒辦法改變 就後面這樣我就改變這樣 對 但是剛好後面他們一定會遇到好的這樣 對 那當然是就是人生變化很難講 那我覺得為什麼那個靜琳她結婚 然後我想要放小孩這樣令婦 應該是婚禮應該大家都很開心 應該我要多拍觀眾 可是我主要是這兩個 他們的母女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 一定要做其他的好看的賞命 對 所以其實我有學習到一些 要怎麼樣去拍這樣的 有一個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比較不一樣的問題 我想要是問另外一半 因為 換你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看下來 其實一國婚姻本來就是 充滿了更多的變數 那我覺得你可以做得出來 我覺得那個幕後的推手 我覺得這個簡單的講 這個也替台灣的那個男生 也提供了好的模範 沒有我想問一下在怎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應該是你也同意嘛 其實我剛剛也在觀察 他進來其實對那個小孩的互動其實都很好 其實他剛起來發 小孩子就很明顯站起來好像是在看那個爸爸在做什麼 我覺得那個互動就很自然 那我想說你可不可以簡單就是說 不用特定目標或是說你在怎樣的 我想這是他的心路歷程嘛 那相對的你應該也有你的心路歷程 我再補問一下這個我也覺得很好奇 而且剛剛金鴻有講到說 一開始你想拍你的故事的時候 蔡導演是不同意的 也許那個對蔡導演來講 在某個程度在挖掘自己愛人過去的故事 在心裡上是有點抗拒的 然後對金鴻上警察的問題就是 有一點抗拒拍這個題材 到後來你成為大力支持者 然後怎麼跟女人互動 這個議長我覺得很不容易可以這樣走過來 看起來大家實際要給他心靈舞蹈就對了 需要他提供建議 我提供一點資訊 他剛剛講那個要拍他提早不同意 他沒有在講後面 所以很奇怪為什麼我不同意就這樣 你是想要讓我提講 不然人家會誤會 對 讓你多一點機會吧 就說在那個前面 這位朋友問題我等一下再講 先講一半導演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那時候不太想要讓金鴻 變成紀錄片的主角 因為我自己拍紀錄片很久 然後如果你們看過我的強大會的話 會發現說那樣的新移民家庭 然後你們看他的故事可能整個看起來還蠻有趣的 甚至蠻精彩的這樣子 可是那個畢竟是他們家庭裡面的東西 而且相當程度是人家的感情人家的隱私 其實就是說他們 他們就是格局比較大 他們會開放給大家知道 有點挑戰於讓大家知道新移民不贏的一些問題 可是我覺得你要任何人就是 可以把這個部分 把比較個人的部分藏開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尤其是我 因為我是號稱紀錄片導演嘛 我們在座也有導演 就是說我們其實習慣在幕後 我們在攝影機的背後 我們其實不太 基本上比較是在看別人的故事講別人的故事 那今天如果說談心紅的故事 我自己勢必也得從來要進去 所以這個是我第一個 沒有進去 那是我們刻意不要進去 喔喔喔 就是說正常來 就一般來講等需要那個 那這個是我自己本身就不會很喜歡 因為我是幕後的工作者 我不太喜歡到台前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今天我老婆變成一個紀錄片的獨角 那其實 照我自己的經驗平估 我認為他會很紅 因為你們知道 你們聽他這樣講的話 你們可以看得出 金龍本身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他其實 其實就是說 他其實很容易受到人家注意的 而且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的預設很準 這個片子還沒有拍出來 是前一年了 最後開始有媒體一直在報導他 當他們聽說他在拍出的片的話 最後一直有媒體在要訪問他 而且甚至有人解出來 結果他已經只要講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肯定這個東西 然後也很好奇 壓力很大 因為新民怎麼拍紀錄片 然後這其實就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 大概媒體的生態都是這樣 台灣人媒體生活 其實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不是很希望 我的老婆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電影或一個紀錄片的主角 就是如果 你從正面講的話 好像對很光榮 因為我一直都以他為榮 可是有時候 你自己比較家庭的這一塊 你就難免會受到影響 我想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家庭生活 所以純粹是注意自私 如果簡單講說 注意自私的成為 我覺得能不要就不要 可是他變成一個紀錄片的主角 並不是那麼好的事 而且對他本身來講 長期來講 到底是好是壞 也不知道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 媒體的生態 他們有時候就是會 你一個人如果說 有蒙龍名氣的話 就是好的當然會講 壞的就會被放大 然後不會怕他會受到傷害 因為他畢竟不是那麼了解 台灣的這方面的生態 所以我會擔心 然後這個片子後來還是做出來了 可是其實是 我們那時候就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其實是談別的姐妹的故事 不是說在談上自己 那讓你們看到 片子裡面有他自己自束 他自己來串整個故事 那其實是一個 講故事的一個策略 因為他認識這些人 由他來講這些故事是比較好的 然後他既然講別人 他自己最好也要 講一下他的狀況 其實他主要是一個說故事的策略而已 這個跟當時 我們在談的就是說 以他為主角 好像我的強大愛量 講一個完整的軟金龍故事還是不一樣 所以又有這樣的共識 然後我們現在做出來的片子是怎麼樣 那這個有點像是 我們兩個共同的小孩那種感情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這種程度的揭露我們自己 我覺得是還好 反正你們還是看不到我的影片 那就是他的故事 對啊 那剛剛第二個朋友的那個問題 我有點忘記 你需要我講什麼 我是說一國婚姻的話 其實本來就充滿的變數會比較多 那我比較想 你可以自己斟酌 假如隱私的部分 你就可以 那個韓虎都在過 我是說在怎樣的心路歷程 你看你剛剛也回答的一部分 我是說 其實這樣子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是未婚的 我是說 你其他可以說 提供一些建議 或是簡單的一些 就是說法這樣 對 可是是哪個方向 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娶越南老婆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怎麼認識 沒有 我是說怎麼認識啊 或是說怎樣 在怎樣的機嫌之下 因為其實你們的認識 其實我還是蠻好奇 你沒有聽說是嗎 對對對 好 那就當作一個八卦講一下 你知道就好了 其實我們兩個的認識 完全是 是一個偶然 而且還是跟紀錄片有關係 因為我剛好提到 我拍我的翔那會 然後他曾經在 紀錄片雙年展 台中那個紀錄片雙年展的 在那個國美館那邊放片 然後有一個座談 然後我去參加那個座談 然後在座有黃乃輝跟翔那會 然後呢 那個時候 他們來參加那個座談 因為他們主角 只有他們也帶著他來了 那他們帶著他 帶著他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 黃乃輝有去 有在彰化那邊協助 一個新移民協會的團體 對 他有認識一個 新移民協會的團體的務責人 然後 然後他跟他是好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 一直想要把他拉出來 他們覺得說他 他好像離婚啊 他很豐富 很豐富 然後帶小孩沒有帶得很好 好像想要讓他出來見見世面 然後 好 齒拉火拉馬拉出來 不然他其實一直排斥 他不想要 跑那麼遠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沒有什麼錢 他包括車費 他都會 沒錢裝火車 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講 所以他那次 心不甘情願來到那個座談會場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們互相都不認識 然後放完片以後呢 那個我們去吃飯 然後我就請黃乃輝他們喝個東西 在那邊有一個餐廳 然後我就 就是很奇怪 我就看到黃乃輝在鼓樓上 就是 因為黃乃輝其實是有點 大男的那種感覺 他想要指導別人 他覺得說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更好的 再帶這個小孩 可是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他在那邊念他 然後我就看金鴻那句話 都講完委屈這樣子 我看得出他的忍耐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點好奇 也奇怪他為什麼他都沒有什麼反駁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那個 meeting 結束以後 那個那個黃乃輝有一點 他又要做好人嘛 他就叫我們互相留下電話 哈哈哈哈 所以他應該自己 然後就是 然後其實那個 meeting 結束以後 我們都已經各自回去了 然後我突然接到 他打了一個電話 然後後來接 後來 沒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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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才回我 然後我就回他 我想問他試了什麼事 其實那時候我是打通 才會發現他 然後才發現說 因為他不太會輸入 把人家的輸入 變成大電話 然後他先打通人家 然後才能輸入自己 然後我打過去問他有什麼事 然後他說 他是那種 就是他在輸入而已 然後我就 哈哈哈哈 美麗的錯誤 輸入得好 然後我就 更好 也笨 對不對 謝姬問他說 奇怪 黃奶輝那樣講你 你怎麼都 你到底感覺是什麼 怎麼都沒有講話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很無以為然 可是他就要給人家名字 所以他 他就不想要講 然後他電腦裡面 他就跟我講了一大堆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那個想法 然後他說 這個女孩子其實很有想法 那個是我們的第一想法 因為黃奶輝他是 那個老委會的 外配基金的委員 然後我們都 我們是 我是那個姓名先會的常務監事 然後因為我們都會 常請他來演講 然後不想要得罪他 所以他在外面都一直罵我 我當時 當早我們辦活動 他在那邊罵到我哭耶 不過我想說 因為我跟他沒關 他會當你 因為我跟黃奶輝 雖然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在那邊講 也許算有點吐槽他 可是我覺得 只包括我們的男人 自己都要喊醒 可是我們都覺得說 王國我們很厲害 然後可以指導別人 尤其是 有做新移民這一塊的人 有時候就覺得 我自己很厲害這樣 可是我覺得 我們要小心 新移民的問題很複雜 不是說 隨便你 你怎樣就 你可以變成一個指導者 那從他身上 剛剛跟我講完 他對黃奶輝的 一些東西 是有他的意見 他沒有講而已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不是不想講 只是不知道人家有沒有 願意跟你溝通 或是在那邊 你只要罵你而已 對 因為外面有很多人家 所以我跟家聊天 我很會看家臉 對 我看怎樣人 可是他跟他聊天 對 因為有些齁 你很有故事 很想跟他分享 可是他並不想再聽啊 或者他聽了 那你怎麼樣 罵他喘話 就是 我本來講 不是那樣 可是他去外面 就喘著不一樣了 所以尤其是我們心靈姐妹 姐妹 對台灣人很掃心 我很了解 因為有時候收工去法治 他們都不太敢講 可是他們都會 自己的人偷偷上講 因為他們會 他們會害怕 我跟你講 對我有什麼好處 那你會不會害我 會不會利用我 所以我們都 因為我做這一塊 所以我很了解 我們姐妹的情態 真的 好 那所以 回過來 回到影片裡面 好 那 看還有什麼問題 欸 再想請問有沒有 國曉老師的 國曉老師的 國曉老師 一堆 一堆 真的 可以問他們問 OKOK 好 那個問卷我們不夠 你要不要解決 喔 真的喔 老師因為這東西 因為我 我自從跟那個主任談話之後 我就才把他剩這張出來 因為我很想幫我們姐妹 就是處理一些他們的真見 所以我想要問大家 不只我的想法 我希望大家的想法 可以提供給我 所以 因為那天 老師跟我講說 他大概12個人來 對 所以我就大概約20張 喔 這些都是另外不請自來 是 你這什麼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本來就是 因為紅雅活動 對 不是課堂上的 是 是 請算作為朋友 盡量停一下 喔 所以你在應付 是不是 好好 那 因為我希望後來可能 因為我跟那個台北人收購 因為這個是 我們都 我們都會跟長根 一些團體辦的 然後我們不斷的去檢討 那個可能是12月那邊 我們會到高中台北 不會跑 就是跟錢會有關的 然後我們想要幫姐妹 就是處理一些事 所以 我希望說不只是我們的想法 我希望大家的想法 提供給我 這樣我們才有動 去跟上面的政府的人談 也請 呃 然後可以請營運署的主任 還有其他團體的領導人 還有 有可能是我們很嘉義的成長 都會請他們來去找 跟補填 然後 因為我們希望有一些東西 可以提供可以檢討 這樣 所以我才把這個東西 好多麻煩它 就是 就是 甜一些這樣 呃 張家文 他是從越南回來 那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想遇到 就是 我們外配的長孩 是很難帶 或是怎麼樣的類似情況 就像 我覺得張家文他是還好 就是 他前面是很悶 不講話 沒錯 可是他一入到幼稚園 那時候他是幼稚園 現在已經二年級了 可是他學習很快 然後 我發現 我有去法師那邊的老師 還有院長 那他們那邊會談說 因為 其實 那個環境 每個老師都很用心去帶他 所以他很快就會回復 然後他可以跟學生溝通 是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 今天家文 他不會那麼主動 然後他很背上的那種 他不會跟其他同學互動 甚至如果說 今天的同學會 對他的歧視 他的霸凌也許 那我請問老師 你們要怎麼去幫這個小學生 因為這個我會遇到很多容 所以我今天才想問 我想要做 因為每個老師想法 是不一樣嗎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這場的 中小學老師 剛好有沒有遇到這樣 單上的小學 或者自己的學生 自己學生 他排斥他媽媽的國家也好 或是什麼 對 他不同問題 嗎 他是嘛 他不好